第2475集 陈远彪低声对叶臣道 此女乃是苍帮帮主之女 名为苍鹿青 苍帮帮主苍魂武 对其极为宠爱 切记不可招惹到他 叶臣文言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可目光之中 对于这苍鹿青却多了一抹好奇之色 这时苍鹿青微笑道 废话 本姑娘就不多说了 那么接下来 本次拍卖会正式开始 苍鹿青一挥手 便有三名身着旗袍的女子 将一架推车推上台来 推车之上盖着一层红布 苍鹿青对着众人笑道 我们苍帮拍卖会的规则 想必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了 不过 我还是要重复一遍 本次拍卖会 我苍帮只出售三件商品 接下来 各位便可以自由上台 展示自己手中用来交换的宝物 有看上的在自行出价便是 只要不违反规则 我苍帮不会插手各位的交易 但每笔交易完成 是交易宝物的价值 会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好了 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拍卖第一件商品 红布之上是一枚预盘 而在预盘上放置的 则是一本看起来颇为破旧的古籍 苍鹿青介绍道 这本古籍传承自上古天师门 这天师门呢 在上古时代倒也不算多么出名 不过说起这天师 却是令不少上古武者都谈之色变的 天师几乎可以算得上 各种炼师之中最有恐怖的存在 同时也是天师门的立宗根本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 这天师门在炼师一道上 有其独到之处 而这本古籍之中 记载的虽然不是天师的炼制之法 但却也可以称得上是 一本师道秘典 若是有修习师道 对炼师感兴趣的客人 我苍鹿青以苍邦之名保证 这古籍绝对是一件 不容错过的宝贝 叶辰文言目光微微闪烁 他的神念极强 若是用来操纵炼师的话 算得上得天独厚 不过对于师道 叶辰却是没什么兴趣 想要制造强大的炼师 对尸体的要求便极为苛刻 包括生尘 根骨 灵体 甚至死亡时刻等各个方面 这样的尸体 岂是那么好找的 费尽心机 找到条件合适之人 在以极其残忍的手段 将其折磨至死 炼成种种尸骸 不是夜尘的性格 但不可否认的是 强大的炼师 拥有近乎恐怖的战斗力 苍鲁青话音一落 便有一名一身黑袍的舞者 站了起来 朝着台上走去 苍帮主持的这秘密拍卖会 邀请的都是明州 有一定背景的人物 而交易方式 却是采取的 以物换物 这名男子走到台前 手一挥 便有一枚漆黑如墨的珠子 落在了众人眼前 这珠子一出现 便有无边的阴气 将整座地下宫殿都淹没了 那名男子淡淡开口道 八宝鬼佛舍利子 用来交换这本古籍 苍姑娘可还满意 苍鲁青文言 美眸之中金光一闪 这八宝鬼佛舍利子 倒也是一种极为难得之物 对于阴魂鬼修而言 可以称得上是至宝 可是活人却是难以用上的 对于苍邦而言 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宝物 可这八宝鬼佛舍利子 出现的瞬间 不少原本紧盯着那古籍的武者 却都是收回了目光 八宝鬼佛舍利子 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八宝鬼佛是暗喻之中 一种极为强大罕见的鬼物 想要斩灭这八宝鬼佛 夺得其体内的舍利子 至少也需要补天巅峰 抑或着乾坤净的实力 而此人如此随意地 便将这舍利子拿出 可想而知 其实力身份有多么强大 一本《诗道古籍》 与可能得罪的这样的存在相比 显然分量还不够重 况且 虽然苍鲁青似乎在等待 其他人出嫁的模样 可说实话 他们也未必能够拿出 比八宝鬼佛舍利子 更好的宝物了 苍鲁青微微地掘了掘嘴 似乎就准备将这古籍交给 那拿出八宝鬼佛舍利子的人 可就在这时 一名男子却是开口道 等等 众人文言微微一惊 难道有人要与这名强者 争抢一本《诗道典籍》 这未免有点不明智吧 虽然众人都遮掩了身形面容 又有苍帮主持着拍卖会 相对而言是安全的 可凡事都没有绝对 而此刻 陈远彪面具之下的面庞 则闪过了一阵交集之色 因为站起来的人正是叶晨呢 若是真的被这名强者盯上的话 他都未必能够将叶晨保下 而苍鲁青健壮却是美眸一亮 叶晨来到台上 苍鲁青问道 这位客人 你可是也想换取这本古籍 不知道你准备了什么样的宝物 那名拿出八宝鬼佛舍利子的人 此刻却是双目悠悠地看着叶晨 此人缓缓开口道 这本典籍对我颇为重要 还请阁下阁碍相让 话音一落 在场众人都是微微皱眉 就连苍鲁青 看向那本古籍的神色 都有些改变了 这名拥有灭杀八宝鬼佛实力的强者 竟是为了这本古籍开口了 那他们可得重新估量这古籍的价值了 不过这也意味着 如果他们这时候出手的话 很可能会真的狠狠得罪了这名强者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叶晨会分得清进退 事实收手之时 叶晨却在众人的注视下 微微摇了摇头 大殿之中的舞者们 看向叶晨的目光 都浮现了一抹骇然之色 这种状况下还要争夺吗 难道此人是一名乾坤净强者 或者拥有极为逆天的背景 而陈远彪的脸色 都已经有些苍白无邪了 这小子还真会惹祸 要知道 苍邦虽然主持拍卖会 能保住所有客人 在拍卖会上的安全 可是离开此处 或是拍卖会结束以后 那就不一样了 虽然如果那名强者 真的为了这古籍 对叶晨出手 必然会得罪苍邦 但对于这样的强者而言 即便是面对苍邦 也未必真的有多么的畏惧 大不了离开明州 躲藏到其他狱便是 甚至离开暗狱 而苍邦也不会为了 一个拨云协会的天才 而不惜代价地 追杀一名如此强者 就在众人都凝视着那玉台 想看看事态会如何发展之时 叶晨却是淡淡道 我并不是要与你争夺这古籍 他盯着那枚八宝鬼佛舍利子 目光微闪道 而是 想要换取这枚舍利子 陈远彪文言 这才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原来 这小子想要的 只是那舍利子而已 不过他很快又是皱起了眉头 这舍利子 应该只适合鬼休使用啊 叶晨为何想要换取这舍利子呢 苍鹿卿文言俏脸之上 却是浮现了一抹喜色道 这为客人准备了什么宝物呢 苍邦拍卖会的规则 是以物换物 而叶晨只要能拿出 让苍鹿卿满意的宝物 那么苍鹿卿就会将古籍 交给那拿出鬼佛舍利子的人 而那舍利子便归叶晨所有 叶晨淡淡道 一枚三品暗精 众人文言都是神色一动 暗精共分九品 最低等的九品暗精 在暗玉之中 只能充当货币使用 本身的价值并不高 可一二三品暗精则是不同了 一二三品暗精 被称为高等暗精 其中蕴含的暗属性灵力 精纯至极 本身就相当于一件宝物 不过苍鹿卿却是微微皱眉了 一枚三品暗精的价值 甚至比八宝鬼佛舍利子 还要差上一些 正当他准备开口拒绝夜晨之时 夜晨却是不再言语 直接一挥手 一阵光滑从众人眼前浮现 阵阵宝气 瞬间从那浴台之上 爆发 弥漫了整个大殿 众人朝浴台看去 不由得瞳孔一缩 浴台之上竟是多出了数件宝物 陈远彪见状微微一愣 下一刻面露恶然之色 这些正是他从波云协会 带给夜晨的宝物啊 夜晨竟然全部拿出来 交换着八宝鬼佛舍利子了 夜晨看着仓路清淡淡道 一枚三瓶暗精 加上这些宝物应该足够了 一时间 在场众人都是诧异地看向夜晨 就连那浴台上 拿出鬼佛舍利子之人 双目之中也是闪过了一抹异色 而陈远彪更是不由地 面露心痛之色 夜晨这钱花的 也太大手大脚了吧 为了一个看起来没什么用的 鬼佛舍利子 就把自己手上的资源 全部耗尽了 而且这还只是第一件拍卖品 谁知道 后面会不会有更好的宝物出现 陈远彪摇了摇头 在他看来夜晨是亏大了 而仓路清 则是面线大喜之色 一枚三瓶暗精 加上这些宝物 价值已经远超一枚 八宝鬼佛舍利子了 而看到夜晨出手如此阔绰 原本有些蠢蠢欲动的几人 也是重新按捺下来 他们虽然产生了一丝 竞争那古籍的意思 可因为夜晨的掺和 现在若是出手 花费的资源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况且 这一切也可能只是夜晨 与那拿出鬼佛舍利子的男子 演的一出戏罢了 仓路清见众人沉默 便微笑道 好 那么第一笔交易就此完成 恭喜两位得到了自己想要之物 夜晨接过鬼佛舍利子 缓缓走回自己的位置 面具下的面庞上 不禁浮现了一抹笑意 陈远彪看了夜晨一眼 低声道 小子 你怎么直接把资源全部用光了 这拍卖会才刚刚开始啊 你不会在这场拍卖会上 只想得到一枚鬼佛舍利子吧 夜晨微微一笑 目光闪动道 不必担心 我自己为这次拍卖会也做了不少的准备 陈远彪文言叹息了一声道 唉 即便如此 刚才的交易 你也有些太亏了 夜晨没有回答 面具下的面庞上依然带着微笑 亏 他不只是没有亏 反而还赚大了 为什么 这八宝鬼佛舍利子 确实对大多数人而言 都没有太大的用处 只是一件华而不实之物 但对夜晨却不是这样 他自己不是鬼修 无法使用 可玄寒玉却能使用啊 玄寒玉身为剑魂 实际上与鬼修也有部分相似之处 而这八宝鬼佛舍利子 正好适合玄寒玉来使用 玄寒玉一直以来 都只能发挥出一小部分力量 辅助夜晨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身上的封印 同时也是因为他身为剑魂 本身吸收外界的力量速度太慢 这种情况 他只能依靠外力 维持自己的消耗 比如 面对那魔皇之时吸收的 逆血煞大阵之力 而这八宝鬼佛舍利子 则是极佳的灵气来源呢